你好 我是冷水 带你在城市里冒险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东京的贫民窟 我们现在到的是南迁柱这个车站 待会儿要去的地方叫做山谷地区 朝着浅草的方向去前进 这个十字路口叫做泪桥 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交通路口 那为什么叫泪桥呢 因为以前吧 东京叫做江户 江户其实不大 很小的 我们往那边走才是江户 那从那边江户 然后到刚才车站那个地方 车站那头以前是啥呢 是刑场 那要从城里押犯人去刑场 就会路过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呢 就是以前 亲属送别最多能送到的地方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叫做泪桥 离开了大马路 进到了小巷子 其实一下就安静起来了 这个地方呢 以前叫做三亚旗口 就是山谷 但是现在呢 已经换成了其他的地名 比如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个地方现在叫做日本第二丁木 这一片区呢 其实也挺有历史渊源的吧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东京这边为了战后重建嘛 急需大量的劳动力来修房子 然后那时候呢 从各个地方涌过来的 体力劳动者就在这里找工作 所以这里呢 也发展起来很多的民宿 就变成了民宿街 但是呢 劳动力聚集有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东京哪怕它的基建需求再多 它修完了房子之后呢 其实就没有更多的需求了 那大家也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哈 在这里的体力劳动者 他们没工作了 那这样的话 大家生活哈 真就没着落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说哈 日本的福利所在是可以啊 对生活困难的人 他们还是有保障的呀 但是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哈 你不能拿以前那套现在 那是什么年代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多福利 而这么多事业的新壮年 会干出什么事情 你想想也知道哈 这里就一度成为了犯罪之都 歌坛人生小山谷就是这样来的 虽然当时哈 犯罪率特别的高 然后当时治安也特别的不好 但是现在呢 这些小街道 你看其实也没有感觉特别的脏 特别的恶劣是吧 那现在治安其实这里已经可以了 犯罪率已经没那么高了 那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治理啊 就是当时那群人他们老了 干不动了 什么地打倒 然后上面裁掉了 按照上面这个字的走向 我觉得可能是日地打倒 虽然它是平民窟 但是没有大家所想象的哈 什么到处都是犯罪啊 到处都是偷儿啊 强盗啊这些问题 现在这片地区 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其实就是低保护和高龄化 带来的贫困问题 那垃圾散落一地 然后这些东西随便扔 这些东西我跟保证 绝对是不发废弃 在旁边其实就立了一块警告牌 不准乱人垃圾 但是没人听的样子 好来看点没那么平民的东西 这边停车 白天一个小时440块钱 晚上也要一个小时110块钱 而且尚不封顶 我去 这里金山旅馆 然后那边又一家喜酒家 那边又是一个大野屋 这些都是酒店 我们在这个小巷路口 我们来看一下 木之所及能看到多少家旅馆的招牌 一家 两家 三家 远一点的四家 五家 六家 再远一点七家 八家 九家 十家 十一家 就光是在这个小巷子的路口 我们能看到的就已经有十一家了 而且呢 你们看价格 其实非常的便宜 这里 住一晚只需要2250 而且是提前支付 然后像这家的话 我们看一下 住一晚也是2250 在东京 而且是离钱草这么近的区域 2250是一个啥价位 那就是跟不要钱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里很多便宜的酒店 就是因为这里有很多生活困难的老年人 他们其实住不起那些 月租的房子 所以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两千的住宿 然后他们就在这里拿着生活补助 相当于就是吃着滴饱 然后在这里住一天算一天 有人好奇这些便宜酒店里面 到底是个什么条件吗 我也很好奇 那光好奇也没用啊 我们进去住一晚看看吧 外面是在房间的锅子 所以 锅子 带来 带来 对 对 靴内 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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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的 有酒浴室 有酒 有酒 浴室 男性の募集 有朝4時半からオープン 夜9時までが 男性共同浴室 時間到には鍵が開きますので 渡达Iteも通過的就是 Rondry Kitchen到7時から10時まで 2階の部屋で商用式を交ぜて� pounds 見て下さい 对于我的房间 我先不发表评论 我先给你们放个图 这个是日本的监狱 这个是我今天睡的房间 你觉得他们差别在哪呢 差别就在监狱是免费的 那看一下大致房间里的设施吧 这是一个 这是空调 然后房间里边还带了一个小冰箱 打开之后里边挺干净的 但是呢也不可能送你免费的水 而且这么小的房间还有一个电视 能用是能用 但这电视也没有比我的遥控器大多少呀 这就是我今天要睡的房间了 为什么我面对摄像机还是后期配音 因为这个房间一点都不隔音 我现在连隔壁的呼吸声都能听得见 所以我现在在这里录视频 我是一点声音都不敢出 房间大小给你们直观看一下 左边到这里 右边到这里 整个宽度是这么宽 然后高度也给你们看一下 是这样一个高度 宽敞肯定是说不上 但也不是说完全无法活动了 后面有一个窗子 但是打开后呢也看不到外边 主打一个有总比没有好 而这个问题最大就是 这个房间的榻榻米是真的硬 等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往地上一扑 枕头呢就是这样一个破枕头 明天起来难受肯定已经注定了 我从我的高级酒店出来 现在去找吃的 但是我发现啊 这附近没有什么店 谷歌上面有一家 100多条评论 4.9分 离谱 我现在一定要去吃一下哪家店 俗话说嘛 到了一个地方就得吃当地的东西 今天我们到了日本平民窟 就来吃当地分最高的印度咖喱 这个套餐也是可以的 尤其是它的气子囊 如果你们哪天到了平民窟 也给你们推荐 当我晚上回酒店的时候 我发现酒店的厕所里边 还专门洗了 不准偷卫生纸 嗯 民风淳朴 一夜平安无事过去 第二天我们去看一下 这里的福利设施 然后这里是一个公园 现在好像有在整改 这里之前的话是很多流浪汉 就是连那种日租房也付不起的人 他们会在这里 搭帐篷在这里住 现在的话门好像封起来了 只是刚才那一个铁门封起来 但其他的入口并没有封 像这里摆了很多罐子瓶子的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在站坐 因为今天下雨嘛 他们不在这里住 我在这里逛了一圈 我发现啊 如果你在这里生活困难 然后连饭都吃不上的话 这里其实有很多选择 然后你看这家教会的话 每周二会发一次早饭 然后星期三的话会发便当 午饭时间该怎么解决呢 我们再往前走 这栋楼就是山谷地区的福利中心 它会在中午的时候发食物和生活用品 你们看其实离中午还早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 我也很想去排一个 然后在这里吼一句 又要的发了兄弟们 当然好像隔壁的住户很有意见 你看他们在这里贴了一个 请各位领滴宝的保持安静 所以我们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吧 在福利中心的外面也有一些牌子 是当地的住民立起来的 像返战标语啊 或者是当地居民的一些诉求 从旁边的小门进来 这里是给低保护提供娱乐休闲需求的一个娱乐室 除了抽烟喝酒打牌不允许 其他都OK 但是进去的话 好像也给门口提供一个什么什么卡吧 那我们就进不去了 前面大爷骑着车收了一车的废品 应该是有地方拿去卖换钱 我在日本住了这么多年 扔垃圾从来都是要交钱的 我也不知道垃圾从哪去换钱 反正他们应该是有途径的 如果有一天要流浪的话 还得跟他们学一学 这是一个自住洗衣房 从早上四点开到晚上九点 里面就是很多小的洗衣机 然后你到这里来 可以投币在这里洗衣服 然后我们就不进去了 因为他不让我们进去 然后这里是一个厨师 这里都是那种投币的储物的 这里可以按月 一个月三千块钱租一个储物格子 这里洗的 说我们储物间的钥匙 不是你们自己的钥匙 如果你们超过了付不起这个钱 你们也把钥匙给我还来 这不是你们的 而且在其他地方我觉得没有见到那么多 这里到处都可以见到这种公共电话亭 而我感觉 设备还挺新的样子 还可以买电话卡 480块钱买一张电话卡 在日本待久了 经常会看到这些通缉榜 我看多了之后 我就很想当赏金猎人 跟你们看一下这里的重要通缉单 这个事情都其实挺有意思的 就最头上这一个 应该是同岛聪 他是以前搞爆破 然后被通缉 然后抓了他50年都没抓到 然后前段时间 一个快死的老头 他就自首说我就是同岛聪 然后说完没过几天 就干屁了 最后一眼DNA他真的是 更离谱的是什么 就那段时间还一直在报道这个榜一大哥 然后大家看这些照片看多了之后 有人把榜二大哥给扔出来了 然后榜二大哥也被抓了 现在汗流浃背的应该是榜三大哥了吧 这家店看着招牌挺有设计感 它的颜色也很好看 它是一家当铺 那顺着这个方向呢 我们现在去的方向是 集园 如果看日本的时代剧 或者是看动画看得多的话 应该对集园都有听过 但像鬼灭之间的油锅片 全部都是在这里发生的 以前的大门没有了 但是呢 现在立了个柱子 就是一条很正常的街 但是也不是很正常啊 怎么个不正常法 这条街上到处都有喝茶的地方 但是喝茶就喝茶嘛 你看当店喝茶的招牌 怎么还带爱心的呀 一看就不正经 然后他到了晚上的话 比现在还吓人一些 昨天晚上我就来散了一下布 街上没有车没有人 只有每家店门口 站了两个穿西服的小哥 一路过小哥就上来问 老师 喝茶不 哎呀不喝不喝 然而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下 这条街还开了一个正宗的 成都火锅 我反正是服气的 这棵柳树它叫做建反柳 翻译成中文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回头柳 相互时代的人 他们晚上去吉原 出来到这个路口上呢 就会见到这个柳树 然后很多人会在这里 哎 回头张望一下 然后张望刚好就可以看得到 吉原的大门 但是现在呢 你看 路给修好了 楼也给修起了 什么都看不到了 你现在回头 你能看到的就只有 我操今天油价好 我故意开不起车了 好我们说回来啊 那时候呢 很多人回头张望 看到这个景色 就像给大家点一个赞 就像你们想给我的视频 点一个赞一样 为什么要给我点赞呢 因为你给我点赞了之后呢 平台就会给你推送 更多我的视频 是吧 是同一个道理 如果你感觉满意的话 希望还是能给我点一个关注 给我点一个赞 如果你还想看到 更多内容的话 也可以把我的视频 推荐给其他人 那么感谢您观看 我是冷水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